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家讲修行 这两个字的定义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修行 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行为太多了 佛将它归纳为三大类 身口意 行为再多 也不会超越这三个范围 身的行为 就是我们举止动作 口的行为是言语 意的行为是思想 见解 行为有了错误 把错误修正过来 叫做修行 这是要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祖师大德 教导我们 修行 要从根本修 什么是根本 念头是根本 思想是根本 所以从根本修 也就是说明 再多的行为 行为之所以发生 都是在思想 思想纯正 一切都纯正 一切都纯正 思想偏邪 那一切都不正 这是全我们从根本修的意思 但是这个说法 说得起 真正的意思 这个根本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想的 也就是所谓 趁信其修 全修在信 这才是真正把根本找到 所以修信 信是心的根本 信是体 信是作用 大乘佛法里面 常把这个心 讲做实 是心 信实 这个是 一念自信的作用 在迷位 反复位 叫他做 八十五十一心处 由此可耻 他的作用 相当复杂 相当复杂 但是他的体 是一个 一念自信 设法界 一念自信 一念自信 就是从这个根深的 一念自信 唯心所现 唯实所变 社法界的现象是新现的 现象千变万化 这个变化从哪里来的呢 实变 实就是念头 就是思想 就是见解 佛告诉我们 社法界的千变万化 是从我们念头思想而来的 这个才是根源呢 修贤人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么这种根源正是我们这几天讲的忠孝 昨天跟诸位谈到 顺亲 养知 一丝就说得深 笑 笑一定要顺 不顺就不叫笑了 所以笑顺是连在一起的 那要怎样顺呢 才算是真正的笑 要顺心 这个才是真正的笑 认识笑了 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信 随顺 随顺佛信 才是大笑 才是真笑 我们的父母有佛信的 我们随顺他的佛信 尽小 不是随顺烦恼 父母也是凡夫吗 他有烦恼吗 我们不能随顺他的烦恼 而是随顺到他的佛信 这个意思 我们也能体会到 帮助父母做佛 帮助父母觉悟 这才算是尽效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要想帮助父母觉悟 自己不觉悟 你怎么能帮助他忙呢 所以 那个尽效 行效 我们就知道了 首先要自己觉悟 要自己成就 这才能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第一个对象 是父母 所以孝这个字 就是佛经上讲的 一念自信 忠这个字 就是佛行 菩萨行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就是尽忠 这是这两个字 深一层的讲法 是你这两个字 真正的意思 那么这个真正的意思 儒家有没有说呢 有说 说的不多 为什么不多说呢 说的人听不懂 所以就不肯深说 勤而言之 教出学 佛法里面讲得多 佛法修学的基础 比较上要深厚一些 佛法修学 时间也比较长一些 尤其是 着重在一门深入 尝试勋修 这两个八个字 非常重要 我们能不能有成就 关键就在此 佛法修学 最忌讳的杂修 六波罗蜜里面 讲精精波罗蜜 什么是精精 精是唇而不杂 杂就不精了 一门是精精 二门呢 就不是精精 念佛 诸位要晓得 念佛真正成就 也是一门深入啊 大师之菩萨 教我们念佛的方法 都是六根 敬念相机 什么叫精灵 我们对于西方净土 对于阿弥陀佛 不怀疑 不嫁杂 不见断 不怀疑 不嫁杂 就叫敬念 不见断呢 就是相识 敬念相机 这个样子才能够斗悬六根 往生品位才高啊 有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自己消业障 要念钥匙经 要念普门瓶 要念地藏经 要念大悲咒 念其他的这些东西 错误了 都是夹杂了 业障能消一些 不能消的彻底 如果他要懂得 专精这句佛号 他的业障会彻底消灭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品位高增啊 往生是往生的 品位不高 为什么呢 夹杂 夹杂的人太多太多了 大家不晓得 这一句佛号的力量 以为这个佛号 消业障 还不如药丝尽 还不如大悲咒 你说糟不糟糕了 这是怀疑 对于自己功夫 大大的打了折扣 斯明灌顶法斯 在观无量寿金 注节里面 告诉我们 他那个注节名字 叫观金直指 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 我是在这个里面读到的 才恍然大悟 他说的好 他说的好 众生造作极重的罪业 无腻是我 所有一切 经论 这个消不了这个罪业 所有一切咒语 灿伐 都消不了这个罪业 罪业太重了 最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能把他消除 我们才晓得 阿弥陀佛这一句 敌得过千经万论 敌得过一切咒语 咒中之咒 金中之尽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但是没有人相信 以为这一句阿弥陀佛太容易了 太简单 恐怕没有效果 还要去找别的东西来夹杂 于是 罪业 罪业是决定在信愿之有无 你有真心切愿 你的罪业品位就大大的向敌了 这个现象 正是善道大师所说的 九品罪业总在与语言不同 你没有遇到善知识吗 没有人教你吗 你的以后不能断除吗 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建这个道场 我们懂得 深一心不一眼 所以我们念佛堂 一句佛号 讲堂里面 就是一部无量寿经 一丝毫都不夹杂 我们在此地 讲完这一部地藏经 地藏经是为九华山讲 仁德法师 邀请我上山奖金 我没有时间到那边去 所以落一套 这个落相带 赠送给九华山 是这么个意思 跟同学们 开这一部大方光复华眼镜 这也是不得已 最近十几年来 海内外 许许多多同修 见到我 都齐浅 希望 把华言讲一遍 留一套 录像的资料 给后学们 做参考 我答应 为这个原因 我们才讲 华言 要是依我自己的意思 老老实实说 我那个一部弥陀经 讲到底 我不会改变 古来大德 有一生 讲弥陀经 讲三百遍 我看到之后 非常欢喜 非常羡慕 而一生当中 讲这么多的经论 都是出于不得已 应付 大众的 祈求 真正成就 决定是专精 决定在一门身处 一生 绝不改变 这才能有成就 一定要效法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是九法界众生的 母范 定型 真正是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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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求 我们也想 在这一生当中 能有祝福菩萨的成就 这有人问 可不可能 答案是肯定的 也就是 善道大师 所说的 欲言不同 你能够遇到 元淑身 一生成就 善才童子 欲言殊胜 一生成佛 农女 欲言殊胜 八岁成佛 华言 法华 英上 所说的 凡是佛在经论上 所讲的 都是我们这个世间人 可以做得到 我们这个世间人 做不到 佛就不会说 那佛要是说了 对不起我们 说了我们做不到 岂不叫开玩笑 掉胃口吗 那佛的言语 怎么可以称为 真语 舌语 如语 不虚语 不狂语 那就 这个 这个标准就达不到了 所以佛菩萨跟我们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 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 一教风险 我们一生能够圆成佛道 可是 你要想真正功夫得力 最近这几天 有许多从中国来的同学们 跟我谈到用功啊 很难得力 我常常 我常常 劝勉大家 解行 要病重 功夫才能得力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念佛堂 每天还要讲两小时的经 用解来帮助行 用行帮助解 解行 相福相成 你不结意 你修行会懈怠 会退短 为什么呢 过去深中 烦恼 习气 太深了 我们这一点点的功夫 这一点点的道理 敌不过烦恼啊 所以天天要听经 念佛是修定 听经是修会 可是 每一天念佛听经 功夫还是不得力 毛病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实在讲 发生在你没有去照做 念佛 心不在佛上 口念佛 心里面大妄想 功夫当然不得力 经虽然天天听 好像是明白了 没有去照做 经上叫我们不失 叫我们持戒 叫我们忍辱 一条都没做到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随顺烦恼吸气 这样功夫自然不得力 你看看佛经 每一步经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一叫奉行 作礼而去 不不经上最后这一句话 叫我们要一叫奉行 佛在不不经里面 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 受持独送 为人一言说 为人一言说 就是一叫奉行 我们没有去做吧 你功夫怎么会得力 所以 结的一分 就做一分 结的两分 就做两分 你能够做到两分 你就能够结的三分 结的三分 你再能做到三分 做到三分 你就会结的四分 结帮助行 行帮助结 这样才能达到究竟圆满 结了不能行 那有什么用处 行 行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是放不下了 放不下你所贪爱的 这个事情麻烦了 根本的大障碍 所以爱于 事与 十号 一定要写得干干净净 慧能大使所说 本来无业无 何处也尘埃 只要你有业无 你就会惹尘埃了 尘埃是烦恼 你烦恼就不能断了 必须写得干干净净 身心世界一尘不染 你这一身 成佛才有指望 丝毫放不下 成佛做主的希望就没有了 所以 一教奉行 就是 尽中尽孝 就是 行中尽孝 祝福大道 忠孝而已 希望我们 同学们 细心去体会 努力 认真地 奉行 前途 无量光明 一切灾难 都能够化解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实际 我们就讲到实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